欢迎回来热血追踪 民间传说雍正有一种奇特又冷酷的武器 叫做血钉子 在很多的原始小说里头 把雍正皇帝描述成一个武功高强之人 他在暗地里也培养了一群特务 教他们使用血钉子来帮自己铲除异己 血钉子的形状像是一个大圆盘 当他快速的套上敌人的头部之后 一排锯齿刀就会马上紧缩 人头瞬间落地 据说二十步之内就能够取人手机 被杀的人往往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民间传说雍正的两个弟弟 都是遭到雍正用血钉子下手杀死 这样的兵器到底是真是假呢 有人说血钉子其实是文人编出来 凸显雍正皇帝残暴性格的武器 不过热血追踪真的找到了专家 还原了这样的神秘兵器 不到三秒钟时间 眼前之人已经踏入地域之门 这种剑血封喉杀人于瞬间的恐怖武器 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血笛子 血笛子是雍正成立的暗杀特务队 专属的杀人武器 只要一被血笛子套住 就无法逃脱 只有等死一吐 他刚好可以把人头罩住 然后把人头踏起来 咔嚓 最有趣的是 他还可以把那个东西带着 一直带回去 寿命 刚好又有容器的功能 所以它就被想像成是一个 这个特务所使用的工具 特别去成立一个训练队 来专门训练这些成员 如何使用这个暗器 来去夺手急于千里之外 血笛子的外形就像鸟笼 里头的机关重重保持高度神秘 据传血笛子杀人 除了靠精密的机械构造 还混合剧毒 双管齐下 让目标无法逃过 特务队的追捕暗杀 那这种毒药呢 很特别的是 它融合了树毒跟蛇毒 那这两种毒性 其实在古代的 下午门的毒门里面呢 算是截然不同的性质 那树毒呢 通常能够快速地见效 但是呢 很快就会失效 那蛇毒呢 效果没有那么好 但是呢 通常可以维持比较久 涂抹在血笛子上面的毒液 盛产于广西省 取得十分困难 为了保证血笛子 能够顺利完成杀人任务 雍正还曾亲自下旨 大量搜集毒液 集中管理 他曾经要求一个 广西的巡抚 去替他取得这种 毒药的那个 产地的资料 然后呢 要求详细调查清楚 说诉诉很报 以皇帝的身份呢 要求地方大员 做这样子的一个 奇怪的这个任务 是很不寻常 证实里对于血笛子 瞩目甚少 传闻其实不是雍正所发明 在明朝就有血笛子存在 说法分歧 在古书《茅山奇谈录》中 就记载 血笛子是清朝一位 精通天文地理 武术一术的茅山道人 全情发明 能够利用血笛子 降魔扶妖 在陕西省的一个乡下地方 有一次出现了一个 青面獠牙的僵尸 那当地的居民束手无策 一道闪光过去 原来是这个全清道士 拿出这个暗器血笛子 在这个僵尸的头上 绕了这么一圈 僵尸的人头就落地了 种种的民间传说 都让血笛子蒙上神秘色彩 但是为什么雍正要用血笛子杀人 其实有实际上的考量 就在古代的时候 你可能因为尸体不见了 那也许有可能是逃掉 或者是逆藏行踪 所以拿到这个人头就代表 真的人要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可以作为这种见证 血笛子在电影的推波助澜下 更增添恐怖气息 但是这样的武器 有可能真的存在吗 如此不着痕迹的杀人方式 现实生活真会出现吗 现代人试图从古人留下的手抄本中 找出答案好不好 来 直接看到我们这个黄瓜 进去 锁住了 武术专家李立豪 努力研究古术记录 在发挥想象力 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制作出现代血笛子 在他眼中 制作血笛子其实不难 其实血笛子最主要的原理就是鱼龙 就像我们古代在抓鱼 鱼可以进去不能出来 就像这个一样 你看它可以往里面进不能出 它出来的时候 你看这样一进去之后 它就会把它锁紧 然后出来的时候就越锁越紧 锁到最后把它锁断 血笛子的制作原理不难理解 但是电影里鞋笛子可以飞到人头上方 在垂直落下取人手机 李立豪认为这样的杀人方法 不太可能出现在现实生活里 逃出去的时候 它是这样子飞行的 所以只有电影上才会让它变成 这样子飞在落在头上 所以以实际生活来讲 它是这样飞行 所以必须要在屋顶上面 让它从斜上往斜下 才有办法抓到目标 鞋笛子制造惊恐气氛 大于实际杀海作用 因为真要取人性命 其实不需如此大费骤张 除掉任何可能证点 最好是无声无喜 看起来就像你自己死掉一样 所以我倒觉得取走人头是不太合理的 为什么 因为那样子反而大张旗鼓 相反的 我可能用一个很简单的暗器 或是毒杀的手段 就能让你这个无声无喜的过世 这样是不是更有效率 虽然历史学者认为 清朝已经具备制作血笛子的能力 但是翻开史料 并没有关于血笛子的记载 也从未见到血笛子的相关文物出土 因此雍正究竟有没有利用血笛子杀人 依旧是个谜 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 在很多的败官野史当中 把雍正皇帝形容成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不过事实上的他 文化艺术品味相当不错 有时候还会展现俏皮的一面呢 我们休息一下 带您看看您不晓得的一面